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615梅人選 給我 我們的湯帥帥老師請開獎喔 對 2022年呢 你可不可以如虎添翼喔 選到這個數字呢 代表就是說呢 可能在去年 你會有一些煩惱過不去的 但是呢 選到這個數字呢 其實會過關的喔 加把勁一定過關 我們來看一下呢 如果選到我們的327 327有我們的 阿美老師選到吧 對 老師選到這一組數字呢 就是人緣加美 貴人報到 有80分喔 可能過去的一年當中呢 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是不是 好像你的表現或自己的能力 是別人不能夠接受你 或是不能被肯定喔 但是對人際關係呢 或是對你的人氣 甚至感到一點懷疑 但不要懷疑了 因為其實你的人緣呢 真的是很好的喔 所以呢80分當中呢 其實在2022年當中 你真的會遇到很多的貴人 跟人家對你的評價 會越來越好 恭喜你喔 對 好 那選到我們的615 篤林哥選了吧 是 篤林哥呢 60分 對 因為什麼都不缺啦 缺的是什麼 擔心自己的健康 真的 就是湯帥帥真的很準 好 謝謝 所以其實健康當然會比較擔心 我相信在疫情的當下 每一個人都會擔心健康 但選到這個數字呢 不管你是年輕的 或是年長的朋友呢 其實選到這個數字表示說 過去一年你很擔心你的健康 或是你覺得你自己的健康 有一點煩惱 或是有一些問題 但2022年沒有關係 你會尋得貴人良醫 來幫助你脫離苦海 然後呢 只要去保持身心愉悅啊 多去運動啊 你會發現抵抗力呢 頭好壯壯 越來越好 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到我們的 536 由我們的周老師選到的 563 Sorry 563的朋友呢 突破瓶頸 職場順利 選到這個數字呢 如果想退休 退不了 表示呢 你還是有很多的能力啊 還有很多人需要你喔 那這一組數字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面臨轉職 或是在職場上呢 2021年可能會有一些 工作上的變動 那這個數字呢 在2022年 你的變動會是好的 你只要把握起來 然後呢 努力的去開創 會更上一層樓刀 好 有90分 好 我們看一下 2261我們的冠宇老師選到的 還有艾曼達老師選到的喔 好 這組數字呢 欸 桃花綻放喔 感情很恩愛喔 對 如虎牽引 選到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呢 可能去年呢 可能跟另外一半 可能會有一些口角 或是理念不合的問題 甚至於可能面臨到 可能搬遷 生活上的一些變動 但沒有關係 這組數字呢 在2022年當中 你們的共識呢 會達成 然後呢 目標也會明確 當明確之後呢 感情也會好 那如果你沒有另外一半 那你是單身的朋友呢 在2022年呢 恭喜你桃花盛開喔 那如果你有伴的朋友 如果你選到這個數字 那就要注意囉 可能會有爛桃花的現象喔 欸 對 你知道明星見性喔 又有智慧就不會了喔 好 來看一下834呢 由我們的玉佩老師 一支獨秀喔 對 老師應該要加碼才對喔 蛤 不要加 老師 要加才開獎喔 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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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再開獎 欸 財源充足 喔 哇 100分肯定要加的啊 是 對 那老師剛剛是多少 五千 剛剛是五千 那老師 喔 你要加 對 不然人家這個數字 哎呦 這樣 所以在錄影錄出去 對啊 對啊 我要尊重周老師 所以我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欸 真的 不錯 那一塊我補 補問題 補問題 好 想要這個數字呢 真的有捨才有得 因為去年來講的話呢 可能你在2020年 可能會花了很多的錢 或是甚至於你可能會有在 財務當中 你會擔心是不是資源會短缺 或是賺不到錢 會有這種擔憂 但不要擔心了 如果你有財務的缺口 或是任何問題 2022年呢 即將是你財運亨通的一年 所以要多去開創 多工作 多努力 你會發現這個缺口 會補足的 恭喜你們喔 嘿 來 謝謝老師 感謝你們收看 新年快樂 掰掰 謝謝大家